冷战结束后 反潜作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潜水区域活动的安静型常规潜艇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此类常规潜艇自然也就成了轻型鱼雷的重要作战对象 今天给各位老铁聊一聊目前各国射程最远的10款先进鱼雷 TOP10 意大利A244S3电动轻型鱼雷 A244S3最大射程为13.5公里 是意大利A244S型鱼雷的最新版本 整体长度2.75米 直径为324毫米 整体重量为244公斤 鱼雷的作战水深为30到600米 战斗部45公斤 HBX3非定向爆炸装药 38节高速航行时航程大于1公里 若以30节低速航行时航程大于13.5公里 虽然A244S3的最大射程很短 但是它的导航精度却非常高 可以精确到10米以内 采用先进的水声自导头 这种自导头具有多个预程型发射和接收波数 主动探测距离大于2公里 再加上很低的辐射噪声和较广的鱼雷设定参数 可以使鱼雷安静地接近目标 并且使潜艇探测系统对鱼雷的报警距离降到最低 也因此增加了A244S3的杀伤概率 Top9 美国Mk54轻型鱼雷 Mk54射程9.1公里 是美军开发的一种能够在沿海海域有效攻击柴电动力潜艇的鱼雷 整体长度2.72米 直径为324毫米 整体重量为276公斤 最大速度40节每小时 74.1公里 装要108公斤TNT 美军曾经开展了高空反潜战武器概念研究 目的是使海军P-3C飞机具备在防区外投射Mk54鱼雷攻击目标的能力 一旦实现Mk54鱼雷可以在33到37公里外投放 从而缩短交战时间增加飞行员和飞机的生存能力 Top8 意大利MU-90轻型鱼雷 MU-90射程为10公里 是北约标准口径多任务智能轻型鱼雷 整体长度2.85米 直径为323.7毫米 整体重量为304公斤 战斗部32.7公斤 速度29至50节 配由新式主被动声纳 主要用来对付下潜深度大 反侦测能力强的常规潜艇和核动力潜艇 MU-90先进的推进技术结合控制系统 让它具备了自动调教预制参数的功能 简单来说 MU-90鱼雷可以自动制定最优的战术策略 更安静地接近目标 使目标发现来袭鱼雷报警距离缩短 从而提高鱼雷的命中率 Top7 俄罗斯 暴风雪鱼雷 暴风雪射程15公里 是乌克兰液体力学研究所所研制的超空炮高速鱼雷 整体长度8.23米 直径533毫米 整体重量2.6吨 战斗部装要250公斤 最大航速200节 也就是每小时370.4公里 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鱼雷 并且还可以装载核弹头 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 俄罗斯 乌克兰都参与过研制此鱼雷的计划 Top6 印度瓦鲁纳斯特拉电动重型鱼雷 瓦鲁纳斯特拉最大射程40公里 是印度第一款国产重型鱼雷 整体长度7.78米 直径为533毫米 重量为1.5吨 最大时速40节 每小时73公里 最大战斗深度600米 采用250公斤 顿杆炸药高爆战斗部 从瓦鲁纳斯特拉鱼雷公布的性能来看 它超过了西方国家80年代的鱼雷 例如英国的MKM24MOD3虎鱼 意大利的A184和德国的SUT等鱼雷 和俄罗斯的TEST96等电动鱼雷处于同一水准 而与意大利黑鲨 法国的F21和德国的DM2A4雪巡 重型电动鱼雷相比 航程速度和作战深度等关键性能 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Top5 德国DM2A4型电动重型鱼雷 DM2A4最大射程50公里 是德国DM2A3型雪巡陷导长鱼雷的升级改进版 整体长度6.62米 整体重量1.37吨 高能炸药战斗部重260公斤 最大航速50节 每小时92.6公里 DM2A4采用模块化设计 使航速和航程对比DM2A3都得以提高了 内部的电子装置也进行了升级 特别是把升学自导头内的模拟信号处理系统 升级成了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使探测距离增加 视角加宽 目标识别和抗干扰能力也得到增强 非常适用于在水声条件很差的潜水水域 Top4 法国F21电动重型鱼雷 F21最大射程50公里 是法国国防承包商DCNS 根据意大利黑鲨鱼类的开发版本 整体长度6米 直径为533毫米 整体重量1.55吨 最大航速50节 每小时93公里 续航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最大深度600米 除了射程和威力 F21最突出的还是它的探测能力 采用了新一代数字化技术 升学自导头的F21 可以确保鱼雷 从潜水区域到深水区域的搜索效率 其内部使用的氧化银铝电池组 也是一大亮点 能提供F21所需的高功率动力 使其在最大射程内保持较高的航速 并且能够在最大深度内推动F21 保持速度无减退的状态前进 不仅如此 氧化银铝电池组 还能作为供电器来使用 为舰上的电子制导系统提供电力 Top3 美国Mark 48重型先进鱼雷 最大射程50公里 是美军在1975年 冷战末期根据Mark 48普通型鱼雷 研制的一款先进能力鱼雷 外观方面与普通型相差不大 整体长度5.8米 直径为530毫米 只有重量增加了一些 达到了1.67吨 最大速度55节 每小时102公里 射程38公里 最大速度40节时 每小时74公里 射程50公里 战斗部采用了290公斤的 进炸引信炸药 最大深度800米 美军的这款重型先进鱼雷 于1988年开始服役 在隐身性 航速 航程和最大下潜深度 等整体性能方面十分强大 几乎美军所有的潜艇 都装备了这个型号的鱼雷 已经服役的鱼雷 估计可以使用到2026年 台湾曾经在2020年 向美军购买了18枚 Mark 48先进鱼雷 总价值高达1.8亿美元 单价达到了一枚1000万美元 Top 2 英国奇鱼MOD1重型鱼雷 奇鱼MOD1最大射程54公里 是英国的BAE水下系统公司 在2009年根据英国国防部要求 对基础型奇鱼鱼雷的升级型 整体长度7米 直径为533毫米 整体重量1.85吨 最大速度60节 每小时111公里 采用300公斤重的进炸 或者接触爆炸战斗部 整个奇鱼MOD1升级计划 最大的改进就是引入了一种 包括软硬件在内的全数字式武器架构 并且为了减少搭载平台和武器之间的数据延时 BAE还使用了抗恶劣环境加固光纤系统 替代了基础型使用的铜格线导线 经过现代化改进的其余MOD1鱼雷 英国计划在皇家海军中服役到2060年 TOP1 意大利黑鲨电动重型鱼雷 黑鲨最大射程是90公里 是世界上著名的重型反潜反舰两用鱼雷 整体长度6.3米 直径为533毫米 最大航速超过了50节 每小时超过92.6公里 战斗部装药 250公斤的六边形高爆战斗部 威力相当于460公斤当量的TNT炸药 内部配置有四组具备快速激活功能的铝氧化银电池 作战时10秒钟内 鱼雷就可以从鱼雷发射管发射出去 模块化设计 让黑鲨易于升级改造 可以使用所有的现代化的鱼雷火攻系统 与水面舰艇的传感器和计算机接口的连接也十分简单 并且黑鲨鱼雷具备按实际战术态势 进行威胁评估和目标选择的能力 这样的优点将会有很高的杀伤概率 印度曾经将黑鲨与瑞典的TP2000 和美国的MK48重型鱼雷进行反复比较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性能更优越的黑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